我想确定一下上礼拜上到哪里 我们可能课也有点赶 上礼拜是不是上到 思议员的执行环境这里 有印象吗 我印象中是上到这里 有没有错啊 有错跟我讲一下 没有我就从这边上下去 那我们看了思议员的语法 还有语意 然后接下来看执行环境 那思议员的执行环境 其实就是你的CPU 再加上你的记忆体 还有输出入周边装置 那它是直接编成你的机器码 那一台电脑 特定电脑的机器码 那思议员的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有程式段 资料段和未初始化资料段 OK 这个在记忆体里面都占空间 然后呢会有一个堆积段和一个堆叠段 那堆叠段是存放你函数的返回点 参数这些东西 堆积段呢是存放 Maloc 就是New啊 Maloc那种动态分配的那些东西 那所以往往你会看到一个使用中的程式 它的状况会像这样 有程式段 资料段 会初始化资料段 使用中的堆积区块 然后有一些是以释放的 有一些是使用中的 那堆叠段呢 就会这样一直往上涨 堆积段通常会往下涨 但是堆积段不一定要往下涨 因为它有一些被释放的还可以拿来用 那所以 到最后如果今天呢 这个堆积段跟堆叠段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Stake Overflow 堆叠意味 那堆叠意味对程式来讲是 非常致命的毁灭 你的程式会发生完全不可预期的状况 为什么 堆叠一旦一直往上上到 把堆积给盖掉 甚至连这个资料段也盖了 更糟糕的是连程式段也盖了 那你的程式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几乎没有办法预期 所以如果今天堆叠意味的时候 程式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堆积 堆叠就是储存区域变数参数和返回点 堆积的话是用 Melok C元Melok分配的那种东西 或者是高阶的 像C-sharp Nume之类的 那些东西 然后Free 回收的 回收就可以把它释放掉 那堆叠按堆积的成长通常是相反的 那有些电脑比较好 它有分段 有分段的话 它成长就不需要是相反方向 它可以是完全在不同的空间 那C元它可以直接存取堆叠中的区域变数 但是它所存取的方式呢 如果你直接存取的话会有问题 因为各位写程式有没有写过地回的程式 有吗 有没有人没写过地回的程式 自己呼叫自己的 废式序列是最常拿来当范例的 有印象吗 你们有写过废式序列吗 有吗 好 那就OK 废式序列 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我要找废式序列第100个的数值 你怎么写 你是废式序列100就等于废式序列99加废式序列98 废式序列99又递回下去就变成98加97 就这样子递回下去 那问题是会递回几层 不一定啊 以废式序列100而言它最多可能是100层 但是长出来的数很大 那这种就是地回物教 那这种地回物教我们不知道到底会耗多少堆叠 好 但是你要做地回物教的时候呢 你每一次地回下去存取同一个参数 但事实上是不同的 对不对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新的 新的区块 新的区域变数 那些是不同的 你在C元的设计上面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它的执行环境 那C元的做法是采用框架的方式 Frame 那所以它会有一个框架指标 那这个框架指标在CPU0里面我们会用R11 R11所以R11的名称呢又叫FP FramePoint 那使用框架指标来存取参数和区域变数的做法呢 我们看一个图就会知道 这里是一个main main又叫F1 F1又叫F2 那这是一开始main的情况 main的情况呢 我们看到它的框架指标 然后区域变数这些 然后呢 当我呼叫F1的时候呢 OK 它会保留F1的返回位置 然后再保存那个框架指标 然后呢 再保存它的区域变数 OK 所以这个会一直一直涨上来 那如果今天又呼叫F2的时候呢 它又继续往下涨 一样保存返回位置 框架指标和区域变数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递回会怎么样 如果你有递回的话呢 这个框架指标 就是会一直往下涨或往上涨 看你的电脑的push 推入是怎么设计的 它就会往哪边涨 那一直涨的结果 如果你今天是Face序列找100 那它就会连续涨100次 然后一直在伸展和收缩 伸展和收缩 那一直到所有的程式做完 再缩回去 缩回去又回到这个状况 OK 好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用C元来看 是它的堆叠会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用组合元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在man里面要做一些pushLR pushFP之类的这种动作 然后最后呢 最后呢要离开之前要做pushFP之类的动作 然后RET RET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LR自然会被抓回去 那所以在F1函数的时候 它一样要做pushLR和FP 然后要离开之前 一样要pubFP和LR 这样它才有办法正确的返回 那所谓的push和pub 就是放在堆叠里面 有时候连参数也要放 也要pushPub 大部分的情况 如果有参数 就要在pushPub那些参数 好那F2也是一样 所以每一层的组合元的函数 组合元函数的最前面通常是这一段 如果你用GCC去看 看产生出来的组合元 如果有函数呼叫的情况 前面都会是这种pushPub的东西 前面和后面 那这个就是在处理它的框架 好所以C元在进入函数的时候 会有一些基本动作 第一个保留LR连结暂存器 第二个保留框架暂存器FP 然后再把框架暂存器 更新为堆叠的顶端 这样子它才会一层一层的 可以存取到它的参数 然后最后呢 分配好区域变数空间 然后前置工作就完成 通常会像这样 像这样的一段程式 是在函数开始 然后呢在函数结束的时候会有一段这样的结束段 做相反的动作 一直做Pub OK 然后让那些参数回复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章讲高阶语言的部分 那我们以C元为范例 然后讲了有关语法 语意 还有环境 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语法 语意 和执行环境 好那这边有一些立题 习题 那这些习题 期末考都有可能会从这边挑出来 而且还有可能把习题也改变一下 再出出来 那各位也知道我们的期中期末考题在哪里 所以期末考之前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期中期末的考古题 你才会知道说 我们到底考的方向会怎么样 好那这是第七章的部分 第七章的部分 那我们不停留 我们直接看第八章 好第八章的部分是编译器 那讲完高阶语言之后就要讲编译器 因为编译器就是把高阶语言转换成机器码的那种东西 那编译器它会做 基本上会做几个动作 词位扫描 语法剖析 语意分析 中间码产生 组合语言产生 最佳化 那最佳化在大陆叫做优化 优化 其实通常不会最佳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陆的翻译比较好 优化 那但是呢 大陆的翻译有时候不见得都比较好 有一些我觉得翻得比较糟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经典 不过它放在这个例子上面呢 其实感觉好像还蛮好的 哪个例子呢 给各位看一下 网路不够快 什么例子在翻译的用语上面 是我觉得大陆比较不好的 你们知道大陆的物件导向叫什么 大陆物件导向这个词 它们叫什么 大陆有很多电脑用词 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 那我其实看大陆的书很习惯 因为我从大学就一直在看这样的书 我大学在教大的时候 我喜欢跑去清大买书 那或者是就去清大的水木书店 然后坐个半天 然后在那边看 所以后来大陆的书 我看起来就跟 跟看我们自己的书一样 完全感觉不出来它是大陆的书 这样 好 那 这里 我看一下城市人杂志 我贴在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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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什么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大陆的物件导向叫做面向对象 所以这张图就很经典 如果你是在学习面向对象编程 这个不就是面向对象编程 当你 最近很多人都想学城市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而学城市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张图 这里还是C元 确定是C sharp 不是C sharp C++ C++ 有没有 还有include 然后呢 有main 然后这一段 看起来像是using之类的 如果有using的话就变成那个C++ 好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张图 好 回过头来 看我们的东西 好 所以呢 编译器需要这些过程 最后我们会用一个案例就是GCC来看 编译器呢 是把高阶语言转换成组合语言的工具 那各位考过我们其中考应该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考解释名词 这不就是一个解释名词 所以 小心一下 那有些同学我发现他其实有些同学可能懂 但是他讲不出来哦 你要训练一下 表达 如果你懂那个东西但是讲不出来可能是不是不是不是系统程式的问题可能是国文的问题 你可能要训练一下表达的能力 你可能要训练一下表达的能力 好 那为了解说编译器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语言哦 这个语言叫做C0 C0 那C0语言 我们代表C语言的D0版 0通常我用来代表最小 最小的C语言 那所以像CPU0代表最小的CPU C0代表最小的C语言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像上等于上加I这样一个指令哦 转成组合语言就转成这么多个 为什么因为牵涉到暂存器 你没有办法直接把上和I相加 因为CPU0没有支援这样的模式 所以他就只好先载到暂存器 加完之后再存回去 那这里是一个更大的程式哦 那这个更大的程式呢 就是有Fore圈 那你怎么把这个东西翻译成组合语言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事情 第一个我们需要描述它的语法 到底这个C0语言的语法要怎么描述 那就是上礼拜我们看到的 用BNF语法来描述 或者用EBNF语法来描述 那以下这边是我们所写的 EBNF语法 一个程式就是一段Base List 一个Base List是一堆的Base连起来 那每一个Base呢 要么就是Fore 要么就是一个陈述 那一个Fore呢 它会是一个Fore的字 再加上括号 再加上STMT 这一个非终端节点 然后分号之后加Cond 分号之后加STMT 括号之后加Block OK 那STMT呢 要么就是Return 要么就是某个东西等于另外一个算式 要么就是什么加加什么减减 目前我们支援的只有这么简单 那一个Block呢 就是一个大括号刮起来的那个东西 大括号刮起来里面呢 又是Base List 递回 有没有看到递回 然后呢 接下来 ESP 一个运算 要么就是一个Item 一个Item 就是一个项目 然后呢 这个项目后面会跟 可能会跟着加减乘除另外一个项目 而且呢 这是问号 问号代表出现零次或一次 所以 就是 只能加一次 最多只能够有一个加减乘除 那这是这个语言烂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 人家可以随便乱写加减乘除吧 而且写一大串 但是这个语言很烂 因为它只能够写一个加减乘除 就没了 你不能连写两次 你不能说 A加B加C 不行 你只能写A加B 或A加3 X等于A加3 那可以 X等于A加B 可以 X等于A加B加C 不行 这个语言语法没吃远 好 那Cond呢 就是条件 那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运算 是不是等于或不等于 或小于等于或大于等于 或小于或大于某个 另外一个运算式 好 那Item Item呢就是一个变数名称 或者是一个常数 那以这个语言而言呢 它只支援数字 它没有支援自串这种东西 所以相对的它简单 但是我们只是用它来 阐述怎么样写 变异器这个东西 所以 也不希望弄得太复杂 所以才叫C0 好 OK 接下来呢 是ID ID就是变数名称 所以变数名称呢 那要么就是A到Z 或者是小A到小Z 或者是底线 OK 那不能是0到9 0开头会被当成数字 那接下来再跟着A到Z 或小A到小Z 或0到9 或底线 星号 星号代表出现0次以上 那Number呢 是0到9的加号 那所以这一个Number呢 只能描述整数 所以它连浮点数都没有 OK 好 那编译器的六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词汇扫描 把整个程式分成 一个一个的小词汇 叫Token 那第二个阶段呢 是语法剖析 把这些词汇呢 开始往上键 键成语法数 或者是说反过来看 是从整颗数开始 一直往下键 连到词汇 都有可能 这种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叫Top-Down的Path 一个叫Bottom-Up的Path Top-Down就是 由上往下的剖析器 Bottom-Up的Path 就是由下往上的剖析器 好 接下来第三阶段 就是做语意分析 它通常呢 像对C语言这种语言而言 它会去检查 你两个想要相加的东西 它的内容是不是可以相加 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 把一个字串跟一个整数相加 可不可以 在C语言里面 它就应该会告诉你 发生错误 在有些语言里面 它就直接把字串跟整数相加之后 就当成一个字串 对不对 C-Sharp就是这样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C-Sharp字串跟整数相加 就会变成一个字串 对不对 所以要看语言能不能容纳这样的语意 接下来呢 语意分析也完了 代表说 你这棵树的 这个整个语法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来产生中间码 那中间码就是一个平铺直数的 一连串的指令 但这个指令还不是CPU的指令 它是一个 记忆体可以互相直接相加 它也没有记忆体概念 它就只有变数 然后呢 中间码产生完之后呢 会经过优化 或最佳化 那optimization 那它会考虑暂存器分配的问题 尽量减少载入的次数 然后尽量增加效率 那最后一阶段就是产生组合源 那组合源产生之后呢 就再交给主意器去主意 然后再产生机器嘛 OK 主意器怎么主意 我们其中考前已经讲过 所以六大阶段大概像这样 高阶语言经过扫描器 变成一串的词汇 每个词汇我都知道 它到底是变数 还是一个符号 还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词汇呢 再经过剖析器呢 就会变成一棵语法树 语法树呢 再经过语意分析呢 就会加上这些红色的形态 而且去分析这些形态 是不是相容的 如果不相容的话 它就会报告错误 如果相容的话 那这棵树建好之后 那就可以用来产生中间码 那产生中间码的时候 不用考虑暂存器 不用考虑暂存器 因为中间码是和机器无关的 那等到中间码产生完成 我们再用程式去把这个中间码 再转换成组合语言 这时候就要考虑暂存器的配置 那事实上呢 在做组合语言产生之前 又要再做一次优化 所以最佳化会做很多段 为了效能而言 其实编译器会弄得很复杂 各位知道GCC其实有100多万行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的写的编译器呢 大概只有500行 300到500行 是用C写的 那如果后来我又写了100 用JavaScript写的 大概只有200行 所以你越高阶的语言写起来 当然就越顺 但是执行效能就越差 那词汇扫描就是把一个 整个程式呢 变成一个一个的词汇 然后分成词汇分开 那包含这个函数也是一样 函数也会分成词汇 像printf是一个词汇 括号又是个词汇 这个字串是个词汇 逗点是个词汇 30是个词汇 括号又是个词汇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中文或英文一样 也是有分词汇 那词汇扫描的程式 其实通常很简单 就是扫嘛 然后呢 如果看到词汇完成的时候 那就结束 否则的话呢 就是你一直扫到词汇完成 那通常我们会用这个 next token来扫一个词汇 那如果要把所有的程式的词汇 全部一次扫进来呢 通常会像这样 一开始是取得第一个字母 然后接下来呢 就一次一次取token 取这个词汇 那一直取到完了 之后就结束 那各位可能没有学过正规表达式 那正规表达式在 程式领域现在是非常重要 譬如说你想写一个程式 把网页里面的超连结全部抽出来 各位现在有想到怎么做吗 判断 我是不是读到http 对不对 然后呢 两点斜线斜线 如果是的话就往后一直读 读到空白为止 对不对 那你就要写一段程式去做这件事 但是又没有办法分析得很好 如果今天要找的不是网址 而是email 那就更麻烦 因为他一直读到老鼠号 他才知道说 原来我要找的是 是这边开始的 没错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写程式做这个 其实有函式库 这个函式库就是正规表达式的函式库 那其实C元的 C元的ScanF ScanF 有类似正规表达式的功能 只是大部分的人 不会想到要去用这个东西 但是事实上它蛮好用的 我觉得 待会有机会我们用真实的程式来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扫描器的演算法 通常比如说 我们如果分的有数字 或者是变数名称 或者是关键字 或者是运算符号 那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来做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第一个字是数字 那就继续取数字 一直取取到不是数字为止 然后传回说这是一个数字 否则的话呢 如果是英文字母 那就一直取这个英文字母 或后面的0到9或底线 一直取取到呢 不是英文字母或0到9或底线为止 然后不然的话呢 如果是关键字那就把关键字取掉 那不然的话呢 应该就是 如果不是关键字 那应该就是变数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运算 运算的话 就是通常是符号 加减乘除等于大于小于那些东西 最后通通都不是呢 那就把它当成单一资源 等到你去做剖析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那到底对不对 接下来做愚法剖析 那愚法剖析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我们资工系其实应该还要再开另外一门课 叫编译器 但是因为现在资工领域太大了 大到我们开的课没有办法包容全部 所以呢 往往就没有开编译器 对于我们这种小学校来说 那对于那种大学校 像台诚清教 它可能一个科系有50个老师以上 那种科系 它可能就有老师会去开编译器 那大部分都是选修课 那因为他们老师很多 那我们老师很少 我们只有七个到八个 所以其实通常系统程式讲过编译器就算 就不再去开编译器 就算开了应该也不会有人修 所以这部分就不会开 那如果开的话 那个所需要的程式能力就要 你要蛮好的 那我们就会要求你始作 那始作的编译器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好那我自己实作的时候 我通常会采用地回下降法 那地回下降法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方法 就假设我现在要剖析整个程式 那一个程式呢就变成一段一段一段的指令 那每一段呢再继续往下去比对 那这叫由上而下的 那由下而上的有像运算值优先顺序法 LR法 那由上而下的有地回下降法和LL法 又分LL1、LL2、LLK、LLI也是 那地回下降法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能够写出EBNF 你大致上就可以制作出它的地回下降程式 你可以用脑袋把它翻译过去 怎么翻呢 假如我今天是一个大A 这个是非中端节点 然后产生一个B B是中端节点 然后大B非中端节点 或者是CC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先用以符来判断下一个是不是B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把B取掉 然后再去试图比对 有没有一个大B 用PathB去试图比对 有没有一个大B 那这样子就做完这一条 那如果不是了 如果下一个是C呢 那我们就一样取掉这个C 然后呢 再去试图比对 有没有一个大C 所以它是由上而下 这样地回下来 所以这种程式完全是用地回的方式在写 所以如果你的地回 概念不够清楚 你写不出来 地回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在EBNF里面有这种信号的东西 信号就出现零次以上 那这个A等于BB信号 这怎么样子换成程式呢 就是你用Why is next B 就是如果下一个是B的话 我就把B取掉 然后再做 再比对大B OK 比对完之后又回来 继续看下一个是不是又是小B 如果是的话呢 就再把B取掉 再比对大B OK 就这样做 那 这边有个例子 例子是 如果今天我是做这一条 ESP等于ITEM加减乘除ITEM问号 那这个问号是出现零次或一次 那我就可以这样做 我首先呢 PASSITEM就是这个ITEM 然后如果下一个是加减乘除的话呢 就把加减乘除取掉 然后呢 继续PASS下一个ITEM 那不就是这个语义法吗 但我这里用If 所以它是只出现最多一次 如果这边Why呢 那就其实对应到的是星号 出现零次以上 所以If还是Why 你要看到底是问号还是星号 那我们就可以用 有了这一个当基础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剖析器 那剖析器一开始呢 通常我们会有个堆叠 我们会读档 然后我们会记住 下一个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Token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资源是什么 然后一开始 剖析器一开始我们就呼叫 去剖析整个档案 整个档案 然后呢 它就会开始呼叫PASS Program 去剖析整个程式 OK 那 这里会写像Is Next 就判断下一个是不是某一个词汇 某一类的词汇 Next就直接把它取掉 把那一类的词汇取掉 Push Node就是 因为我 我们所写的程式是有剑语法术 有剑语法术的话就要做Push和Pub 如果今天呢 没有剑语法术就不需要 所以有剑语法术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做 推入和取出的动作 没有剑语法术直接递回下去就好 中间直接产生程式码就好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对应到这一条规则 Program等于Bass List 所以它就PASS BASS List 因为PASS Program就是一个BASS List PASS BASS List BASS List等于BASS信号 那就是当程式还没结束的时候 我就一直去PASS下一个BASS PASS BASS 这里应该写PASS BASS就好 不是PASS NEXT BASS 直接PASS BASS就好 那就互叫这个PASS BASS 那BASS又等于FOR或者是STMT 就一个陈述 那这样我就要分辨它到底是不是FOR 如果是FOR的話就用PASS FOR 否则的话我就用PASS STMT 然后最后有一个分号把它取掉 那PASS FOR FOR呢又等于这样的语法 所以我们就先 互叫Next FOR取掉这个字 互叫Next括号取掉这个字 再互叫PASS STMT 去剖析这个STMT节点 再互叫Next分号取掉分号这个字 再互叫PASS CONT 去剖析CONT这个节点 然后再互叫Next 再互叫PASS STMT 去剖析最后这个STMT的节点 然后再去剖析最后 再去剖析最后 再去剖析最后 这两个例子一开始都是ID 所以就取ID 如果是等号的话我就知道说 OK是这一个 这一条 那就 取掉等号再取ESP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应该是++ 就取掉++或- 那就这样子 接下来呢 Parse Block 一个block又是一个大括号 再接一个BaseList 所以我们就取掉大括号 再ParseBaseList 再取掉大括号 那一个ESP呢 又可能是Item加减乘除Item 问号 那就是 先ParseItem 这是第1个Item 接下来如果下面是加减乘除的话 那就先取掉加减乘除 接下来再Parse下一个Item 最后呢 Condition 那就是它的语法是ESP 等于不等于小一等于大一等于这些 又下一个ESP 那所以呢 我们就 先 根据规则那就先ParseESP 再来取掉这些 取掉这些 再来呢又Parse下一个ESP 结束 那 接下来 最后Item等于ID或Number 所以呢 我就直接Next ID或Number 因为这是终端节点 所以不需要再Parse 好所以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程式呢 你就会看到 它在 Parse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一个堆叠 一直深深说说深深说说 然后呢 它目的在什么 建立整个语法术 在伸缩的过程当中 它会建立整个语法术 好 那 建立完语法术之后呢 就再去分析 它每个节点之间的形态 是不是相容 那你要标记每个节点的形态 所以呢 这边像我们会标记 它是整数啊 还是什么 字串啊 还是字圆啊 那以这个例子都是整数 所以相容 那有时候会有那种 语法正确 但是语意却错误的 比如说这一个例子 IntA等于5 然后C 然后呢 CHAR B10 然后我说 C等于A乘B C是个Int 这个没问题 A是个Int 也没什么问题 乘以B B是个指标 整数乘以字圆指标 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 语意却还会让你过 因为语意却的语法检查很松散 那它对指标有时候 又可以当成整数来解读 有时候 这是语意却容易造成bug的地方 好 好 有了 语意 分析完之后都没问题呢 就产生中间码 产生中间码 然后呢 产生中间码 如果你今天有建树的话 那就利用 利用一个程式递回的下去 巡回 语意数的每个节点 再去产生中间码 也可以 那我们课本是采用这种方式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 这一个 转换成中间码 在 在巡回那个数的过程当中 转换成中间码 转换完之后呢 再去把这一个东西 中间码再转换成组合语言 那中间码产生的演算法 其实是 递回 完全递回 所以对于某个节点 如果它是STMT 那 那 根据STMT的语法呢 它会是一个 ID等于ESP 所以它先找一个ID 然后再找 第2个一定是ESP 第0个一定是ID 那中间一定是个等于 所以它再递回下去 再去generate ESP 因为这个是个 是一个 非终端节点 然后呢 最后 这两个都递回完之后呢 我要产生一个中间码的指令 就是这个ID等于那个ESP传回来的那个结果 让它 做一个指定的动作 OK 所以它最后会产生像等于 T0 这样的东西 那问题是T0从哪来 T0就是这个ID ID的东西 然后呢 SUM呢 SUM就是这个ESP 所传回的东西 OK 那这边当然又有啦 如果是Ford的话呢 那就比较复杂 因为Ford的话 你要产生的程式码会比较多 但是 也不会太 太困难 你先把这些 元素都取对 取对了之后呢 你就去 产生第1个程数 STMD1 的程式码 因为这是Ford的语义上面 第1个被执行的 的程式码 好接下来呢 你就 去产生那个Ford的标记 组合园里面 Ford的标记 然后呢 接下来再产生 起始标记 结束标记这些 然后去 去 把这个标记呢 给输出 然后接下来再产生条件 比对 条件比对 然后呢 有必 就是 你要做正确的跳跃 那因为 因为 我们是在 不符合的时候跳出来 所以我先把这一个条件给反向 反向之后 不符合 那我就做跳跃 OK 所以我做了negate OP 然后去 反向再做跳跃的动作 然后最后呢 去产生这个block block block就是那个Ford回圈里面的内容 然后 最后再产生这个STMD2 STMD2 然后 最后呢又跳回那个Ford回圈的开始 这样 他就会 一轮一轮 做 那 这里看有点 你这样讲可能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有可能 那我们看个 例子 先看个例子 这个是中间码转组而已 看这个例子 我们 C0语言不是有这样一个程式 这程式是和C0的语法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最后被转换出来的中间码长这个样子 先上等于0转换成等于0上 那我们是采用目标在后的方式 因为中间码 习惯是采用目标在后的方式 那我们的组合语言 习惯是采用目标在前的方式 当然也有人组合语言是用目标在后的 但是 只要讲讲好就好 接下来呢 这个i等于1 不然就等于1i OK 然后呢 i小于等于10 那就比较i和10 如果是大于的话呢 就跳到40 离开 然后 否则的话呢 就做这一块 所以他就等于 加上iT0 所以加上iT0 这个T0是什么 就是 上加i 上加i的结果 会放在T0 再把T0的内容呢 丢给上 那不就是上等于上加i吗 那接下来呢 是要做这个i++ 那就是 加i Ei 也就是i加1 把它丢到i里面 那最后呢 这边就返回 Fold 0 那这个就做到了 做到了 跟这一个Fold的语意 一样的组合语言程式 那所以 看这个例子 就会比较清楚 我们刚刚到底这些 这些Generate 产生中间码到底在干嘛 好 后来接下来呢 当然还有像 STMT怎么产生 那都很类似的 比如说你要叫他加加 那你就产生一个 一个 加的运算 你要叫他减减 他产生一个减的运算 那如果要叫他等于 那就产生一个等号的运算 所以其实都是对应 那条件判断其实也是啊 就是 两个 两个东西比较 比较完之后呢 把结果 拿出来 好那这些是中间码产生的 演算法 那各位 回去 仔细看一下 最后呢 就组合员产生 中间码已经产生完毕 要从中间码产生组合员 就像这个加上iT0 你要把它转成 这样的 组合员 那因为中间码 没有暂存器的概念 所以他可以 直接用变数 但是组合员里面 有暂存器的概念 你就要考虑暂存器的分配 所以像这样一句话 不能直接转成说 转成 LD T0 上 因为 T0 这个东西不是个暂存器 所以 反而要变成这么多个 先把上载入到R1 再把i载入到R2 再把两个加起来放到R3 最后再把R3丢给T0 那才完成这一句话 好 如果要把 中间码转成组合员 比较复杂的 像这一整段 这一整段是 我们 范例的一个中间码 那你会看到 一个指令有时候转成两个组合员 有时候转成三个四个 有时候只转成一个 OK 那看你的指令 困难度 然后才决定到底 要转成几个指令 好 这里我们有一个中间码转换成 CPU0组合员的 演算法 这也是我程式的写法 那我们是用 改写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是标记直接输出标记 如果是等号的话 就先载入 再储存 如果是加减乘除的话呢 就先载入到暂存器 R1 R2 然后 做完运算之后再存回去 如果是比较的话 那就 就一样 两个载入之后 做比较 如果是跳跃的话呢 OK 那就是 转成跳跃指令就可以 那如果是 RET 那就转成RET 就是先把结果 返回之前 函数返回之前要把 传回值先放在R1 这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默契 规定 然后呢 再呼叫RET 返回 所以 Rewrite里面有时候因为 LD载入如果是常数的话 就改用LDI 好 这最后已经几乎是最后了 你产生组合语言了 那 有时候你产生完还要再做一道最佳话 尽量去分配你的暂存器 让他不要一直重复载入 那这通常是在产生之前就要做的 产生之前就要做 好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一个 中间码 如果转换成没有最佳话的组合语言会长 这样子 很长 密密麻麻的 但是呢 如果转换成有最佳话的组合语言呢 就长这个样子 变短 中间空空的 而且呢 你看这一段本来 短的变长了 但是变长的结果 效能提升 这是 有最佳话 好 好 那 OK 所以我们已经 看完 编译器 那 编译器 如果用GCC来当例子的话 它其实也有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阶段都有 那它的语法数是 称为 Generic 中间码是称为 Gimple 然后呢 又有一个RTL 也是中间码 它有两段中间码 格式 这是GCC的 第二种中间码格式 那 这是GCC你可以强制它 下一些参数叫它输出中间码 这是 用DR 这个参数 强迫它输出中间码 那 它会产生一个很像LISP语言的这种中间码 那 GCC的 优化功能 在这 这段就 可以试作 你可以试着用GCC 它有 它有 好几个层级的优化 最 完全不优化的叫O0 O0就是没有优化 0优化 O3是 用最强的优化 那在O0 到O3之间 还有 O1和O2 那就是 就是 O1是有一点优化 但是没有很强 O2是 比较强一点的优化 但是还不是最强 O3是最强的优化 它所做出来的程式码会完全不一样 像这一段程式 我做了两次重复的指定 一次是 一次是C等A加B 一次是D等A加B OK 那最后 传回C加D 如果不做优化的结果 它产生出来的程式码会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你会看到OK 它的程式码比较密密码嘛 对不对 OK 如果做O3层级的优化 它的程式码呢 就只剩这样 只剩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A等于3 B等于4 C等A加B 那C一定是3加4 就是7吧 那C加D不就一定是14 那我干嘛还要算 直接传回14就好了 所以 它优化过后 它就直接把14传回来 你程式通通都不见 但是呢 这一段它就老老实实的算 老老实实的算 哪一个比较好 以速度而言 当然是O3比较快 但是呢 O3容易让你看不懂 它把你优化成这样 你脑袋没办法了解 它到底是怎么转换的 有时候很容易看不懂 那所以 有很多人 他会先做100没优化 然后确定功能都正确之后 再去做优化 有时候优化之后 反而会造成错误 一般来讲 他们都会 力图正确 但是对于某些CASE 很特别的CASE 有时候优化反而会造成错误 特别是跟输出路有关的 C元可以做记忆体映射 输出路 在那个地方 C元特别加了一个指令 关键字叫Volatile Volatile是挥发性 如果你没加这个字 可能会导致你优化之后 层次产生错误 Volatile是针对优化的设计 所以 最后 我们 这一章呢 讲的 是 连接上一章 上一章是高阶语言 这一章是编译器 高阶语言在 在转换成机器码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 全部加起来就是一个编译器 就有扫描 剖析 语义分析 中间码产生 组合语言产生 这是编译器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些习题 那 各位 一样 期末考有可能会从这里出来 有可能再改变 所以 你要去注意一下这些习题 那这些有一些是关于GCC的 例子 那我 我从一些 文献上面弄出来的 但是 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 投影片里面有 投影片里面 OK 那这是比较 复杂的 部分 那 GCC也可以做跨平台 GCC支援很多平台 像GCC支援 X86 CPU 支援ARM CPU 支援MIPS CPU 我甚至可以在 X86里面去编译ARM的程式 这叫跨平台编译 你做迁入式系统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玩ARDRENO ARDRENO不就是把C++转换成 就是把 一个类似C++的语言 然后呢 最后转换成 在ARDRENO的那颗CPU 叫做 叫做 那颗CPU叫什么 我忘了 ARDRENO的CPU是一颗8位元的 那颗8位元的 叫AVR AVR8 它把它转换成AVR8的 指令器 所以 我们 玩ARDRENO的时候 其实 它的编译器会帮我们 转成AVR8的指令器 然后再帮你 你按上传的之后 它就把你写到那个ARDRENO的 AVR晶片里面 那就固定下来就可以跑 这是跨平台编译器的用途 OK 那我们今天的 编译器部分就先讲到这里 3点28分 刚刚没休息 下课没休息 休息一下 到3点40分 那 我们接下来的 如果各位都没问题 我就一直讲 一直讲 反正 也快期末了 时间也不多 如果有问题 赶快提出来